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要来公告的是 第六节的信用卡观众票选 最美丽的信用卡排名 赶快往下看吧 可以看一下这边 本届投票的基本资料 总计有529个人参与投票 男女比例大概是1比1 年龄分布以31到45岁为大宗 收入年收50万到100万 投票的人持有的卡数 大概是6到10张左右 用卡资历基本上都有10年了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相关资讯 有兴趣可以找我们左边的QR Code 就可以看到更完整的投票资讯 我们先从第五名开始看起 第五名的话 到底是哪一个 将来银行的将来白 将来银行将将卡 将来白的卡面 它目前有31个人 选它为最美丽的卡面 它的得票率大概是5.8 有兴趣的话 这边一样可以扫码开户 就可以持有这张卡片了 纯白的造型 虽然可能用久容易脏 但如果刚拿到手 一定是设计感满满 整体是一种大方简介 有质感 而且这种设计也比较符合 未来的形象 跟银行的名称 将来银行有所相误呼应 它的优惠在2022年 其实很棒 就是不分国内外 就是5% 每个月可以刷5千 但2023年开始 刷卡全益加强到海外的部分 所以国内只有1.5% 但是海外有3.5%加码 所以最高就是有5%的回馈 一个月大概可以刷个1万4左右 2022年权益很好 2023年他们的权益略有缩水了 设计简单 用比较少的配色 依旧有足够的辨识度 而且使用少有的双层材质 你如果有拿到卡片 你就会知道 卡片的正面是一个单色的色系 但是它的中间 是有加一个不同的夹层 中间就是黄色 当初去年办这张卡 就是看上它的高利活存 还有刷卡消费有高回馈的部分 所以很多人呢 其实是因为 这个卡片的回馈好 才愿意去选它这样子 看完了第五名 接下来呢 就依序往上咯 第四名 到底是哪一个银行的卡片 揭晓 台信阿狗狗卡的线条版 这个阿狗狗卡呢 其实在2023年 它的权益呢 真的是变好了 手边刚好有这个卡片 你可以看它是黑色的雾面 然后呢 它有烫金 这有点类似像什么金马奖 金总奖的颁奖的造型 这也是我个人觉得 蛮好看的一点 台信阿狗狗卡的线条版 有32个人投票 它的得票率大概是6%左右 有兴趣的呢 你可以扫码申请了 阿狗狗卡在2023年的4月开始 它的权益呢 变成了没有5000块的低销 它在五大指定通路也有回馈 比如说虾皮 PC Home Momo Amazon Yahoo 这五个通路 其实都是有3.8%的回馈 每个月大概可以刷个30303元 都是拿得到回馈的 台信的狗狗卡呢 我在网络上面看到 讨论度蛮高的 当初看到阿狗狗卡的领结 会发光 眼镜为之一亮 而新版的黑黄红点缀配色很好 个人对金色线条完全没有抵抗力 Flygo卡的卡面也很好 不过已经没有办法入手 台信阿狗狗卡的线条款呢 非常特别 很少看到这种线条设计配上黑色的底色 整体的卡片非常的亮眼 再加上我自己很喜欢狗狗 所以这张卡片是我个人最爱的卡片设计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是哪一间银行的信用卡呢 将来银行的将将卡 然后是将来黑 这个很妙 就是已经有两张卡片进这个排行榜了 一张是将来白 这张是将来黑 有37个人选他 他的得票率是7% 那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一样可以扫码开户啦 本身我就爱黑色 但这张卡片只能够看正面 背面不是那么喜欢 尤其我最喜欢的是永丰大户的黑色 但败笔就是双美几次 上面的金色就退的差不多了 希望各大银行呢 在设计卡片的时候 能够把他的耐久度也考量进去了 线条版简约但不呆版 没有多余的文字跟图样 设计很耐看 虽然辨识度不高 但放在钱包里面不破坏视觉美感 用习惯中心LinePay的卡通卡面后 极简风格的卡面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呢 要来看看的是第二名 第二名到底是哪个银行的哪一张卡片呢 来看一下 也是将来银行的将来黄 将来银行现在已经有三张卡片上榜了 而且都是大家很喜欢的将来银行将将卡 将来黄 他一共有47个人选他 他的得票率高达8.9% 等于是每100个人里面呢 有9个人选他 有兴趣的 这边一样可以扫码开户 来入手这张卡片 绑网路消费的卡呢 再漂亮也没有用 将将卡我选了最亮眼的黄色 拿出来刷心情都很好 当然也包括他的高回馈啦 不过在2023年呢 他就对我说谁啦 会选择将来银行的将将卡 将来黄 是因为之前总是在台北公车的广告上面 看到将来银行的广告 第一印象就是黄色的logo 有别于其他银行的色系 办卡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会选择这张了 那一张卡片得到了大家 一致性的赞赏 来第一名就是 联邦银行的吉赫卡 吉赫卡的日式风格 拿到了全场一致的掌声 当然也包括就是他的权益在2023年 整个就是国内2% 然后在日本有5%回馈 这个真的是大家最爱的 他的卡面呢 也是设计的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联邦吉赫卡呢 总共有63票 他的得票率是11.9% 大概是每100个人 里面有12个人选他 有兴趣的 这边可以赶快扫码来申请 去日本刷也很好用 我这次在日本呢 刷这张卡片 就至少刷了10万日币以上 这个是蛮爽的 吉赫卡很有日本的感觉 也可以绑入Apple Pay在日本直接使用 另外JCBO卡也可以参加 每个月1号的自动加值10% 可以很轻易的在卡片上 看到主要的标志 同时背景也不会太过复杂 跟刺眼色调也有相互搭配 底层做黑橘 跳色很吸引人 再加上直伞跟白鹤做点缀 蝉意十足 美感很到位 用鹤的设计超显高级感 整体卡面有搭配此卡的回馈 让人一看便知道跟日本有关系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观众票选 所选出来的 我前五个名次 请问一下这些卡片 你都入手了吗 我的话呢 是一二四都有 那三跟五 因为一个人只能够办一张将将卡 所以三跟五我是没有的 这一次呢 明显的就是将来银行的大获全胜 然后联邦银行也很棒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总排名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呢 这圆银图已经有列出来的 前五名呢 就如同我们所说的将来银行大获全胜 但是也有其他的银行表现不俗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观众票选的资讯 还有大家的心得 你也可以点击我们资讯栏下面的连结 我们有把大家的心得全部都公告在网络上面 如果你觉得这个排行榜对大家 对银行很重要 也非常欢迎你透过自身的影响力 分享到你的社群平台上面 让更多人来看到我们排行榜的结果 然后呢也可以让银行呢 稍微警惕一下 做得好的赞美 做得不好的呢 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做得更好 就抵立一下他这样子 好那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呢 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最丑的卡面排行榜 相信也是非常有趣的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